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这大清朝廷乾隆皇帝在这个避暑山庄啊,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欢迎的是谁呢?是草原上叛逃过来的一位太极 哎,这个墨西蒙古准嘎尔部的辉特部太极阿姆尔萨纳 那么乾隆皇帝就在自己的热和行宫办了这么一场如此庞大 如此超乎于规格,让人意想不到的欢迎仪式 那么就没有其他人拦着吗?没有 哎,为什么没有啊?实际上啊,他并不是这乾隆皇帝啊 多么能够乾刚独断,不允许其他人有不同的意见 实际上这一步一步的企业那早就设计好了 这皇上在北京的时候啊,就已经开了无数次的御前会议 商量的就是这件事,那么说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就是啊,这乾隆皇帝得知了,这阿姆尔萨纳准备投青 这皇上老爷子啊,就开始上心琢磨这件事了 当这个阿姆尔萨纳已然到了这个乌里亚苏台将军的驻地 这乾隆皇帝在京城就没闲着 就开始了针对这件事情的御前会议 一轮一番的没少开 那有人就说了,这御前会议嘛 通常啊,就是做个决断 为什么要开这么多轮呢? 哎,这问题很简单,因为啊,君臣意见不合 要是啊,倒起这个话头来啊 咱们就得先把这个君臣御前会议的事儿 先放一放,往前倒倒说 倒到什么时候呢? 得倒到啊,乾隆十年 就在乾隆十年啊,这墨西蒙古的准盖尔布有一件大事儿 你还记得吗?咱们说过,什么大事儿啊? 就是这个墨西蒙古准盖尔布的大寒呢 盖尔丹策灵那一年啊,得这个疫病,死了 骗起了一帮啊,成年未成年的孩子 为了争夺这个寒衛在草原上啊,一通的杀 就在这个乾隆十年以后啊,那会儿就有这个大臣呢 跟这个乾隆皇帝奏报 这准盖尔布啊,乱得已然不行了 咱们应该啊,趁其病要其命 天朝啊,现在派大军收复了准盖尔布,也就完了 我当时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差点啊,没让这乾隆皇帝一句话感动哭了 就没见过这么仁义的皇上 那这个乾隆皇帝说一句话是什么呀? 他说呀,我大国顿武乘乱兴师之礼 这华尔老爷子的意思啊,很明确 你现在趁人家准盖尔布,主佑国仪 举国动乱之际啊,你兴师去打,这叫什么呀? 这就叫做呀,师出无名,想我大清天朝上国 岂能兴这七人的无名之师 你们还以为这是入官以前的后金韩国呢吧 缺麻少麻的,这太祖太宗皇帝就带着大家伙一块去抢西边了 书中代言这抢西边是什么意思啊? 您把这几个字啊,倒过来看就好解释了 抢西边呢,就是上西边去抢 那西边是什么人呢?西边啊,是大明朝啊 后来啊,就有这个归降的汉臣劝这皇太极 说这个大国之邦啊,出世必有名 其有以抢字为立国之本乎 大汉这个啊,就太丢人了 咱以后可不能这么说了 哎,这乾隆皇帝就把这句话呀,用在这儿了 说咱们可不能趁人之威去打人去去 其实这里头啊,别人不知道啊 常听咱们说的老少爷们都知道 乾隆十年以后,那会儿,乾隆皇帝多忙啊 哎,平苗疆之乱,上下沾堆之战,一打金川之乱 这乾隆皇帝他没长得三头六臂,处理不了这么多的国事 这其次呢,这户部尚书啊,他也不是辨戏法的 他也辨不出来那么多的银子,去备战打仗 哎,所以说这乾隆皇帝当时啊,才抛出那么一句话给自个儿刷骰 哎,显得自个儿呢,天朝上国之君,肚子里没有别的,有的全是气量 即便你们这帮准盖韩国的人呢,哎,对我们大清经常是叛乱西扰 我也不会趁你之威去打你的 说现在的话说,这其实啊,就是减便宜的说 可是啊,现在的情况可不一样了 首先说呀,能打的有威望的准盖二部的太子们呢 哎,也就是贵族们呢,投靠自己大清的可不少了 这其次呢,这准盖二部,现在的乱呢,那可是叛乱了 遵照这草原上的法典啊,这大喊且轮不到你达瓦奇脑袋上呢 哥中原的话讲啊,您这就叫做弑君篡位 那不仁不义,不君不臣的人,那必然得讨伐 再有了,这乾隆皇帝这碗啊,气粗,国库里没别的 全是白花花的银子 准备下几千万两,跟他干呗 解了我父祖的心头之恨,还能啊,开疆拓土 这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这乾隆皇帝就召开了第一次御前会议 跟这帮啊,王爷,公侯伯子男 和这御前所有的大臣大学士们商量 是不是应该开战了 那这乾隆皇帝要开御前会议啊 就得先说这个由头 那由头是什么呢 由头就是啊,这阿姆尔萨纳来详的事 所以啊,这乾隆皇帝第一个就发言了 这皇上说,阿姆尔萨纳乃罪要之人 依若来详,明年进兵,大有弊意 这大臣们一听皇上这话,那话里有话呀 这阿姆尔萨纳来详啊,大家都知道 哎,可是没听说您要明年进兵啊 进兵进哪儿啊 哦,墨西蒙国,您要打准达尔 不对吧,前两年您不是就说了吗 不能趁人家主右国仪啊,去欺负人家 那样啊,是要兴无异之师 怎么着,您改主意了 乾隆皇帝说这此一时,彼一时 那前两年,准盖尔布的大汗呢 那是侧王阿拉布坦,嘎尔丹侧灵 一脉相传之人,喇嘛达尔扎 在做大汗的时候,几次修书来天朝 祈求和平,祈求护士 现在这墨西蒙古准盖尔布的当家人呢 跟他们又不是一磨叨 这达瓦齐呀,本来就是叛军 所以啊,咱们应该呀派兵剿灭叛军才是 这大伙一听啊,这话呀都让您一人说了得了 怎么说都是您的 反正啊,刚打完金川 这国家现在呀,没这力量 户部表示说呀,没钱 这兵不说呢,没兵 这皇上一听啊,就有点急了 张嘴就说,你们都放屁去吧 这国家有没有这力量挣攻我 能不知道吗 你们这帮文臣呢,就会说嘴 不就是怕工作起来麻烦吗 前方战士一起 各部有各部的差事 你们这些文臣呢,就是怕累 再有啊,也指不上你们这帮文臣呢 给朕有什么好的建议,出什么好的主意 这群武将呢,我更不用说你们了 你们简直的就是怕死啊 乾隆皇帝这两句话呀,就像两根手指头 一根啊,戳上了文臣的废管子 另一根处进了武将的心窝子 说的这群文臣武将这个难受就别提了 您说打就打,您说不打就不打 您这,总含着我们干嘛呀 咱们这君臣共事二十年了 那我们是那样人吗 我们啊,就在大伙争论不休的时候啊 从这个朝班当中就走出了一个人来 谁呀,大学士 乾隆的小舅子傅恒 那个是一等忠永宫保和殿大学士 是这大清朝明里暗里的宰相 正经的中堂大人 这乾隆皇帝一看啊 是傅恒要说话呀 他心里有点别扭 哎,谁反对我都行 你不言声就完了 又是小舅子 又是我的宰相中堂 你也要跳出来挡挡横嘛 书中代言啊 这清朝他没有宰相 明朝也没有 我们这么来说傅恒啊 无非就是体现傅恒的价值 说明一下 当时傅恒手中的权柄和过去的宰相啊 那是一样的 谁想啊 这傅恒啊 那才是乾隆皇帝肚子里的 那什么呢 跪在这个丹蚩前头啊 说的可全是皇上心腹里的话 这傅恒说呀 自嘎尔丹起 准嘎尔布 与我朝三代世仇 圣祖皇帝广豫家亲征就有三次 失踪皇帝 凭青海剿灭罗伯藏干僧 到了本朝 天子宅心人后 与其修下护士文书 这双方才能罢兵 时至今日 达瓦奇挑良小丑 坐乱墨西 天朝大兵 理应尽脚 尚可敏 祖宗未了之心愿 下可解 牧民水深火热之中 倘若要皇上要对这个达瓦奇开战 若留臣在京中啊 臣愿总理一切军务后勤 保证前方军务共挤 不过 臣起万岁 臣愿带兵出征 亲父墨北 秦获达瓦奇 讲其捆腹精重 武门献求天子降罪 前龙皇帝一听啊 他乐了 你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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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得说是我小舅子 说这话呀 没有一个字 我不爱听 行 复衡复衡啊 你说了半天 我不能让你白费劲 我呀 该做决断 总结一下了 于是这前龙皇帝 就对这百官呢 做了自己的总结陈述 也是自己的决断 两方面 第一是必须要打 第二是为什么要打 这皇老爷子的意思啊 其一 现在啊 准改二部啊 投诚到大清的人呢 是越来越多 如果当初我们不收 那我们是天朝上邦 属于是不仁不义 那么现在收了 就有一个安置问题 安排在漠南蒙古 长城的脚下 你知道谁是真心的 谁是暗藏卧底 倘若一时有变 真反了呀 这长城当年 没拦住咱们 现在也不一定 能拦住他们 到时候 这硝烟四起 祸乱中原 此罪谁来当 你们呀 也不用给我出主意 把他们安排在 末北的卡尔喀布 这卡尔喀布啊 这牧场广阔 因为这气候恶劣啊 所以常年的闹白灾 人多 牲畜多 草场多 这是良性循环 一旦闹了白灾之后啊 这牲畜大规模的减收 原来还能应付 因为这个牲畜少啊 人口也不多 如果呀 把这些人都安排到末北 那么就是牲畜少 人多 闹起白灾来呀 那就是互相抢 圣祭祖皇帝 汇祖皇帝惠蒙多伦 换来着末北几十年的和平啊 就会复之乌有 此过 谁来当 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就只有一个 这些人原来就生活在墨西 等到平定墨西蒙古以后 这些人还回到墨西生活 这朝廷啊 就一下子省了这个安治的问题了 这是其一 其二 准个二人呢 现在看似元气大伤 实际上啊 带到其元气恢复了以后啊 咱们要是再想打他 那更是劳民伤财了 还不如趁现在 国父民强准个二部 元气代富 大军禁脚平定啊 一劳永业 其三 现在这个满洲人呢 大不知兵 你们看呢 现在京师里养的这些八旗禁旅 这些八旗兵兵还会打仗吗 已然呢 没有了当年的锐气和勇气 日渐柔弱 此这样下去啊 兵士废持 那还了的 所以啊 这镇宫我要以此一战 振兴救足 恢复当年八旗铁骑之威猛 这乾隆皇帝这几句话呀 把所有的份都堵上了 这反对派的大臣呢 伸伸脖子直了直眼 那您都这么说了 我们还说什么呀 谁在多说什么呀 都属于是大逆不道 那您说打 咱们就打 那不是 这一次会议就决断了吗 那为什么说 开了很多次御前会议呢 那当然了 这方针定了 还得筹划呀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 就是怎么拉拢着 阿姆尔萨纳 这您就明白了吧 在这个热和的行动当中啊 又是复衡敬九 又是这个乾隆赐马 封了亲王赏了红顶带 还赏穿了呀 五爪四团龙的满幅 这不是乾隆皇帝心血来潮 这是早就商议好了 按不就班的事 所以说呀 这乾隆皇帝和这个阿姆尔萨纳 两个人呢 互相织网 就看谁呀 往谁的网里钻了 哎 明天的书馆 您还得早来 为什么明天的书好啊 这乾隆皇帝是未争末北 可是要给大伙发奖金了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您要是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 是我能在这儿 给您持续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得嘞 天不早了 咱们明儿见